选举概念股 一些政策類的 像是小英總統的 什麼生計啊 封電啊 或者是韓 是 怎麼樣 你跟這種哥講這些選舉概念股 這種哥這邊 感覺很夯耶 超旺的 這種哥這邊要震動跟你講 那是不可能的 選舉概念股從來不存在 為什麼 為什麼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幾時通 我是茵茵今天邀請到 輪源頭顧分析師林志龍龍哥你好 茵茵你好各位同志朋友 大家好龍哥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總統大選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檯面上 是藍綠對決這個 韓市長跟蔡總統的對決 那是否會不會出現 白色力量的柯P跟 郭董會不會又在東山再起 我們都是非常的不確定 對選情非常膠著 對那麼這個大選會不會對 台股行情有什麼影響呢龍哥 說到這個選舉行情 這邊就不得不提一下 志龍哥的血類史 是有什麼血類史嗎 非常的哀傷 大概是2000年的時候 還在讀大學的時候 這邊我第一次切入市場 那時候大學生沒有什麼錢 這種哥拿著自己打工 我們辛辛苦苦一個月賺到的錢 進去OP市場 也就是所謂的選擇權 那選錢這邊大家都認為說 這邊連戰 宋楚瑜會當選 這邊會有一個選後 兩岸和解的紅利行情 所以這段選錢 其實志龍哥也是積極做多 但是來了兩顆子彈 319槍擊案 所以使得這行情 兩根跌停板 我的多方部位也是面臨了很大損失 過去除了319槍擊案 這個大事件之外呢 之後還有什麼大選行情 是我們可以參考的呢龍哥 當然是有的 再來就是最經典的就是馬英九 市場上又對這兩岸的和平紅利 抱以過度的期待 那這邊一路上漲 結果沒想到選後 遇到了金融海嘯 從9000點一路殺到4000點 這邊整整殺了5000點 對腰斬 很多投資朋友這邊都是史上慘重 認為說行情要開始止跌了 這邊對後市行情看好 結果沒想到卻是殺成這樣 雖然從這幾次開始呢 市場上對這個選舉行情呢 開始有了一定的戒心 面臨不確定因素呢 選前半年這些主力大戶會開始去跑 所以你往前回推看一下 2012年這邊是跌了2000點 那2016年這邊是跌了3000點 那這個起零點大概都是在什麼時候 就是8月 家人數在這邊會見到一個波段高點 所以今年會不會這樣 如法炮製的中國認為 機率是有的 因為外在有一些不確定因素是存在 對像這次就有美中貿易戰影響非常大 對沒錯 現在我們內在環境是這樣 外在環境又是這樣子 尤其目前呢 我們可以看到各國央行是瘋狂的降息 對 貨幣進變化 這最後呢很容易衍生出一個金融風暴 所以後續呢 你要去留意一下 這個今年的選舉行情 會不會衍生出這樣的變化 是那龍哥剛有提到說 你之前有在大選行情的時候賠了非常多錢 但是後來是怎麼 再把這些錢賺回來呢 我會 有什麼心法嗎 我會像韓市長這樣去念心經 念心經 拜拜 拜拜念佛 對然後吃素三天 或者是甚至會禁慾三天 透過這些呢 來調整自己的步法這樣子 龍哥這些如果真的有用的話 投資朋友就不用那麼緊張 就不用來看我們節目了好嗎 說真的 就是你如果賠過錢之後 你才會知道問題在哪邊 如果你是一個控盤者的話 你這邊要營造一個選舉行情 你會怎麼營造 那他一定呢 是要先把這些錢呢 給套現套出來 所以呢一定是先殺一波 那殺一波之後 選錢一個月 或是選錢兩個月這邊 他才有錢去營造這個行情 所以這邊呢 你不要對行情過度期待 如果你面臨到虧損 你應該怎麼去 怎麼去做處理呢 就是事實上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邊你最重要的就是 資金規劃 因為呢我們大家都不是省 第一次賺錢 第二次賺錢 這個我們運氣很好 賺錢就是當然是最好了 但是萬一你是賠錢的話 這邊呢你的資金會瞬間歸零 所以資金規劃是最重要的 同時你要從失敗中去找經驗 那最常犯的錯誤是什麼 你對賺錢的部位呢不夠貪婪 賺錢就想趕快跑 但是呢對賠錢的部位呢 卻是暴到天荒地牢 那甚至這邊呢你賺錢的部位 你不敢再進場去做加碼 那我們覺得是蠻可惜的 因為當行情出現的時候 絕對不會一天兩天就結束了 那真正能賺錢的關鍵呢就是 你有沒有勇氣抱到行情結束 那這邊讓行情帶你出場 那當行情不對的時候 這邊你要趕快的停順走人 就像我們上次的節目 跟大家講的放下就輕鬆一樣 那龍哥我們現在看到盤面上 很多所謂的選舉概念股 一些政策類的啊 像是小英總統的什麼生計啊 風電啊或者是韓 等一下等一下 是怎麼樣 設事衛生 你跟龍哥講這些選舉概念股 龍哥這邊感覺很夯耶 超旺的 龍哥這邊要正常跟你講 那是不可能來的 選舉概念股從來不存在 選舉概念股呢都是為了 為了要到貨給你 你要想一想 他們這些沒有到貨給你的話 他們哪有錢來去營造這個選舉行情 是要騙我們的錢啦 對 你沒有進去的話 他怎麼這邊有 怎麼有機會可以去做出貨 所以選舉概念不要被這個名詞給騙了 對 但是你要想一下 這些個股大部分呢 都是沒有獲利的個股 比如說先前常在炒中市 他這邊拉抬上去的 很快呢選完之後 又是無量跌挺下來 所以你這邊真的要去期待 這個選舉行情的話 剛剛有提到 這選前呢 都是會先殺後拉 對 所以2012年 2012年分肥跌了兩三千點 那你再看一下去年 去年呢即使是地方選舉 這邊也是殺了一千多點 對 所以你這邊呢 那不妨呢去找一些 市場上所謂在炒作的一些 選舉概念股 你反而反向跟他對作 可以做空單 對 你反而反向跟他對作 自容哥認為這邊會賺得更多 所以呢 你不要去過度期待 選舉行情 選舉行情呢 是一些不懂的人 畫給你的大便 一個噱頭啦 對 那如果你進場的話 你剛好上了他們道 真的要 真的有行情的話 自容哥認為是先殺這一段 然後再往上拉這一段 是 感謝龍哥今天精彩的分析 那想知道更多節目中 提到的相關內容的話 歡迎加入龍哥 鼓動人生的賴群組 那財經指頭 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龍哥 謝謝 掰掰